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益品的 这里有很多三轮车的车夫 他可以拉着你在槟城里面转一圈 咱们去里面逛一逛 这条街是主要的 应该是不行街 这有一个租电瓶车的店 20块钱租一个小电瓶车 玩一个小时 如果不想走的话 也可以租个电瓶车 哇 他这里卖猫山猫榴莲 五十八亿公斤 这个景区不愧是景区 价格就是贵 我昨天吃那个三十五也是冒山王 这里有很多弄这种图 图手的这种 叫什么呢 这个叫不上来啊 印度人在弄这种 会一个图案啊 很漂亮 他们的专场 这里卖冰城这种壁画的这种书包 十块钱一个布包啊 书包上印的很多啊 就是这幅壁画 但现在已经磨的都没有了 应该再重图一下啊 我身后的这幅壁画啊 是冰城最有名的 你们在那种这种画上 或者刚才我说的那个书包上 都有见到啊 就是一个小朋友 骑着这个二八自行车 拖着另外的一个小朋友 但是我记得啊 最早的时候 没有我们来马来西亚玩的时候啊 在四川成都的宽载巷子 我见过有一个这样的自行车 但是具体那个人物是什么 我想不听了 有知道的朋友 可以打在评论区啊 这有一个叫士德堂谢公司的 有朋友知道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吗 这家公司的院子真的是很豪华 古色古香 哇 连槟城的这个消防局做的都这么漂亮啊 给大家看一下 哇 这个服装 很有感觉 你看旁边这个建筑 哇 很漂亮啊 很有艺术感 那咱们走到这个小印度这条街了啊 全都是印度人 然后 他们的店也都是卖这种各种印度食物的 这个之前来 槟城好像 没走过这条街 我真还不知道 说这个槟城 这个主街跟这个小印度挨的这么近啊 之前真的好像是我走到海边那条路 你看 就是卖这种印度食物很便宜啊 三块钱 要说刚才那条街啊 在马来西亚 咱们的感觉就是华人的天下 这换了一条街呢 那么感觉好像到了印度一模一样啊 你看 全都是印度的东西 哇 这个 不同种族就生活在一起 也是很奇妙的事啊 你看这个小音乐 我要是不说我在马来西亚 估计你们看这段视频的时候 就觉得我好像是在印度 哎 那种感觉真的特别一样 这些商户全都是印度的店 但实实在话说咱们可能华人买不了他们什么东西啊 这印度的东西咱也用不了 这种装饰的东西咱们也带不了 你看 就是这样的啊 风格不不一样 然后印度人他们特别喜欢这种金饰你看 他们的金店啊全都是这样的 然后之前我进去问过 哎 他们跟我说的那个金子的价格啊也是按照他们那边的 咱确实也买不了 就看一下而已 哇今天周末所以这个车多人多啊 那这条街现在塞满了车了 真的不建议开车进来 开车进来只能就堵在这儿 这个印度的这个舞蹈音乐 我非常喜欢 你听他们这个音乐啊 看他们是弄什么呢 饭也不懂 那个不过这个跟甘蔗似的东西 但又不是甘蔗 好像他们那个用来祈祷的时候用的那个东西 太热了 满地都是这个 沙哩沙哩 小歌唱带杆 太热了今天朋友们啊 今天出来拍摄真的是实属不易啊 伸出你们的小手手也点个半 快把我晒熟了都 哎呀朋友们 车多人多的印度一条街啊 终于让我走出来了 太不容易了啊 真的是 你要看人你要看车啊 你看就在后面这条巷子 还得回到华人这条街 咱们去找咖啡店坐坐吧 喝点水太热了 满背都是汗